民房大隊大隊長交接典禮 基隆市長林又昌突然缺席 原來一大早 臉書就貼文 出門前在家快篩出現了陽性 強調自己確診了 因為今天是我們基隆市民房大隊大隊長的一個不答典禮 那因為市長早上身體不適 然後篩檢的時候確診 所以由我來代表 但是我想市長他還是會很關心市政 他會用視訊各方面跟我們整個團隊 所以不會有間隔的 林又昌原定出席警察局民房大隊長交接典禮 半個小時前改由副市長林永發代表出席 副市長希望林市長好好休息 有了上市居隔經驗 林又昌透過幕僚回應 將持續透過視訊和網路來推動市政 早上大概八點多的時候 其實市長就說他喉嚨有點不太舒服 那也還覺得狀態有點奇怪 所以他就自己呢在出門之前就進行了快篩 那快篩之後是呈現陽性的反應 那他在第一時間呢也趕快告訴我們幕僚單位 然後趕快交代後面的行程 以及後面的這個會議的部分 那其實市長呢說啊 他其實這是第二次進行居家隔離 市政部分呢他其實會持續的透過網路 還有視訊的部分來跟大家進行開會跟討論 所以這部分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那市長的身體狀況其實也還不錯 他只有輕微的發燒 然後還有喉嚨稍微有一點點咳嗽 他還請大家不用為他擔心 而民房大隊新大隊長一職由黃龍慶接任 副市長林永發除了感謝前大隊長蔡國智的付出 也肯定新任隊長黃龍慶品嘗熱心工藝 民房大隊也是一個對我們基隆市不管治安各方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職務 那之前蔡大隊長那也對地方的熱心 但是因為身體的狀況過世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他 那我們希望在基隆這個國際城市 能夠讓我們的治安各方面更好 那我們謝謝這些相關的團體 像民房移交等等各方面的大隊長 以及所有的同仁們 志工們 大家一起同心協力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